台南一名许姓男子日前发现家中的爱犬 还有放在夹克当中的2万元莫名的消失了 赶紧报警 警方调阅了监视器发现这个嫌犯是男子的前女友 尽管说女子到案之后变成因为太思念共同饲养的贵宾犬 并且是要带毛小孩去看兽医 但警方依旧将他依法送败 下午2点多街道空荡荡 直接一辆双载机车缓缓进入巷弄 过没10分钟双载机车又行驶离开 但仔细一看这回机车踏板多了一条贵宾犬 只不过这只毛小孩并不是女骑士的爱犬 而是他偷抱来的 女子偷抱走的就是这只黑白相间的贵宾犬 警方后续也顺利逮到嫌犯 将毛小孩归还寺主 爱犬失而复得 寺主开心不已 还跟远景聊了起来 只不过自家毛小孩遭人偷走 而嫌犯不是别人 竟然是自己以前的枕边的人 事发在上个月25号下午 台南中西区河中街的民宅 当时学姓男子工作回家后 发现自己养了9年多的贵宾爱犬 不仅不见了 就连夹克口袋内的2万块也不翼而飞 他联盟向警方报案 远景调阅监视器 发现被害人的翁姓前女友涉嫌重大 翁姓的前女友未经其同意 禁止之前没有归还的钥匙 跑到住处将贵宾爱犬载走 尽管女嫌犯到案后 变称要带狗看兽医 但警方不予彩信 如今男子的爱犬尽管回到身边了 但跟前女友之间的情谊 恐怕回不去了 借我黄菩提一谈报道